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前 種種跡象顯示中共在經濟層面要出大問題 观察人士質疑 在這種情況下 習近平還能否坐穩皇位 据悉 習近平多次在各種會議上提出 守住不發新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的要求 但是外界認為 現在這個底線即將被突破 危機很快要爆發 天均政經站民指出 習近平要在二十大連任 而反習派雖然沒有足夠的實力將它趕下台 但是有相應的力量在金融系統揭起風浪 近兩個月 一些涉及金融的維權群體事件爆發 可以說民怨累積到一定程度 這裡也有可能存在反習派暗中推波助瀾的因素 對於已經千瘡百孔的中共金融系統來說 任何一個小火花就能引爆驚天大雷 另外 李克強7月12日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 和企業家座談會時直言 二季度中國經濟發展極不尋常 超預期因素帶來嚴重衝擊 經濟新的下行壓力加大 4月主要指標深度下跌 外界認為李克強又說了實話 也再度與習近平公開講話不同調 4月21日 習近平在博奧亞洲論壇開幕式上發表演講時稱 中國經濟將為世界經濟企穩復甦提供強大動力 為各國提供更廣闊的市場機會 但是按照李克強的說法 中國經濟已經自顧不下 又怎能為世界經濟提供動能 有分析稱 李克強可能希望在最後任期內奮力一搏 留下一些清明 以習近平為首的清零派 以及以李克強為首的舊經濟派 已經成為二十大前黨內最高層博弈的獨特風景 中共二十大即將召開 保持所謂的穩定 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 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出身紅二代的習近平 也都深知中共權鬥是一條不歸路 但是他仍然要一條路走到黑 分析指出 現在民眾的反抗情緒越演越烈 如果當局不想直接被民眾推翻 唯一可行的是 中共高層中如果上傳有膽氣的人 就不再僱存權貴門 共坐擋骨一條船的所謂大局 自行將中共紅船掀翻 重建自由中國 只有解體中共 中國老百姓才能真正地擁抱自由 中國才有真正的希望 7月12日至15日 習近平 刊見地現新新疆考察 在官媒刊發的照片中 外界觀察到一件QK事 在習近平與烏魯木齊的天山區 沽原港社區居民合照的幾張照片中 習近平身邊大概蓄擁了100多人 主要是表情豐富的漢族和少數民族大媽 以及幾個小朋友 他們身後是上了年紀的中老年男子 不過面部表情被虛化 很奇怪的是照片中沒有看到任何青藏男子 觀察人士指出 官媒的照片 無論是選取角度還是構圖 都突出了閘的地位 但是照片還是透出了一件事 就是中共官方對於圍族青藏男子 是嚴加防範的 外界還質疑 他們的隱身似乎在說明 有些人未必在社區 那他們在哪裡? 另外官媒畫面還顯示 跟七一訪港一樣 習近平這次又帶上了心腹黃小紅 輿論認為習近平是心中不安 防被暗殺 畢竟黃小紅早年在福建 就負責習近平的安全保衛 此外習近平時隔8年再次考察新疆 也與該地區特殊地位有關 這裡有數以百萬計的建設兵團 還是全國中共駐軍最多的省份 據報導成立在上世紀50年代的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是中共的一個準軍事實體 在當地具有團衡、維穩、樹邊三大功能 由於兵團在新疆人權潛踏中所扮演的角色 2020年8月已經被美國列入制裁實體名單 時事評論人士唐正苑表示 他們在涉及強制勞動方面 好像棉花和其他很多產業上應該是主力 這是他們的經濟來源 他們所使用的大量勞工 可能都是來自於職業教育營的被關押少數民族 他認為習近平到訪兵團顯示對於其所謂維穩方面的高度肯定態度 習近平考察的真實目的是為了給自己的政績背書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展示他的治疆成果 為國際社會的種族滅絕罪指控進行洗地和辯解 上海近日KTV感染源匿名傳播整整一週 上海市再度淪陷 上海市民直呼清零政策不可行 擔憂小區再度被封控 上海官方通報 上海溪蘭路KTV最雜星感染 引爆的大流行病已經在上海大規模擴散 從7月3日到當局11日發現源頭時 已經在社區引力傳播了整整一週的時間 影響面非常大 截至目前官方劃分的高中風險區 幾乎遍佈上海各地 新聞晚報16日報導 截至當日16時 陽性在上海密接2.3萬人 該感染者在上海密接5萬人 據中共官媒報導 上海新增確診大部分 和上海南溪蘭KTV有關聯 當地知情網友披露 一切都和上海溪蘭路上184日的黑舞廳有關 因為該舞廳裡有跳貼身舞的小姐 而且主要客戶群是最容易陽性的老年人 還有網友披露這次爆發 和上一輪讓全上海封城2個月的 華亭酒店發生的聚集性感染極為相似 而且上海網友對當局公布的消息感到恐慌 但是更多的是發帖表達憤怒 有消息傳出 《唐山燒烤店打人案》主研曾繼志的母親 是河北省警政高官賈永華 但是賈永華否認並恐嚇網友 抹黑我 會找你 此言引發民間不滿 《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發生已經超過一個多月 官方始終沒有進一步說明案件結果 網路社交平台曾傳出受害4名女子傳訴身亡 但是中共官方始終只是稱該案件僅導致兩人輕傷 然而受害者的家屬和親友沒有一人出面現身說法 稍早更傳出唐山警方與黑社會勾結的黑幕 7月15日有網友聽語尿書性披露 唐山烤肉店打人案主研曾繼志的母親 是任何北省公安廳副廳級二級巡視員 政治部副主任的賈永華 對此自稱賈永華的微博帳號 永華的小菜園在下方留言反駁說 自己與陳繼志和家人毫無關係 還威脅說會找你 據悉 聽語尿書性的微博帳號已經遭到禁言 資料顯示永華的小菜園是賈永華實名認證的微博 有趣的是這並不是賈永華第一次對輿論的質疑進行反駁 他曾在7月12日轉發微博時就發文稱 會追究造謠者的法律責任 對於賈永華再次闢謠 有網友表示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也有網友指出一句我會找你的 聽起來好嚇人 帶著威脅的語氣 清者自清俗者自俗怕什麼 對於官方觸嚴空盲半拍 查熟職無成效 逮捕謠言者卻雷厲風行的行為 有人說賈永華的回應已經暴露了 手裡有權冒犯我 我搞死你的傲慢心態 有網友探話 賈永華的回話比黑社會還黑社會 有消息指出 中共官方正考慮近期鬆綁對澳洲煤炭進口 但並未正面表態 對此民間嘲諷無數 綜合海外媒體報導 中共官方正考慮近期鬆綁對澳洲煤炭的進口禁令 其原因是擔憂西方對俄羅斯制裁 加劇俄國煤炭緊張 將而導致印尼等中國的主要煤炭供應國出現供應問題 據悉時任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 在2020年對新冠最早發源地武漢的調查呼籲 與地緣政治衝突招致中共當局不滿 中共採取多項措施圍攻澳大利亞 引發國際社會的憤慨 並致使中澳雙方關係惡化 中共為了報復從而禁止進口澳大利亞商品 例如牛肉、大麥、煤炭和鐵礦石等 此後中國進口澳煤比重從2020年的49%暴跌到2022年2月的3% 但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9月起 廣東、浙江和東北三省等因為煤炭短缺發生大規模 拉閘斷電不僅經濟損失巨大還引起全國輿論 近日有消息傳出北京正考慮鬆綁澳洲煤炭 避免拉閘電重演儘管中方對此未回應 但一些企業正在為恢復進口澳煤做準備 對於取消澳煤禁令一事據大陸媒體報導 中共國務院兼外長王毅上週在出席20國集團外長會議期間 主動與澳洲外長王妍英表示希望改善中澳關係 此次會議是中澳三年來的首次會面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也對外公開重申 希望澳方抓住契機付諸行動改善中澳關係 對此網友紛紛留言說中共為了懲罰澳洲禁止澳煤進口 撕毀了合同 當初的合同價是100多美元一噸 現在重新簽合同應該是400多美元一噸 中共這個是搬起石頭摘自己的腳 也有網友嘲諷說不知道這腳摘得痛不痛 掩住嘴巴就可以了 中共這個是搬起石頭摘的 香港大埔寺 中共是搬起石頭摘很多 我們是轉運氣的 這次感覺一切都很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